我們再來看看這一題 林阿姨搭飛機回國 飛機從今天的10時40分起飛 預計明天的7時30分抵達台灣 飛機共飛了多少時間呢? 第一種方法 我們把兩天的時間分開來 今天的時間跟明天飛的時間分開算 我先畫一個數線 今天10點40分起飛 明天7點30分才會到 那今天10點到明天之前 一定會先經過今天的24點 那我要先算左邊這一段 10點40分到24點 就是24減去10點40分 不夠減借位 60分鐘借過來 相減之後變20分鐘 這裡相減變13個小時 也就是說光今天 左邊這一段 就已經飛了13個小時 又20分鐘 相對的 今天24時 也會是明天的零時 這是兩者交接的片刻 所以右邊這一段 所以右邊這一段 就是從明天的零時 到明天的7點30分 零到七時30分 總共經過就是7小時30分 我們不需要再去多算 那左邊我知道是13小時20分 右邊我知道是7小時30分 所以把左邊跟右邊加起來 總共就是20個小時又50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是20小時50分